新闻时时报为您播报 法新社消息 南非总统祖马周三宣布 他决定立即辞去总统职务 此前周三下午 祖马首次就非国大党内希望其辞职表态 否认自己有过错 并表示同意在今年6月辞去总统职务 但仍需陪同新总统参加出席 今年将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 南非国会定于周四表决反对派 对祖马的不信任动议 执政党表示支持 一般认为议案通过的机会很大 祖马在周三下午的讲话中表示 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 要他辞去总统职务 并由副总统拉马福萨接任的决定 对他不公平 又指国家不需要两个权力中心 他又提出反意见 让他在6月完成金砖国家会议后下台 他并且可以在会议期间介绍 马拉福萨给其他国家领袖认识 但遭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高层拒绝 马拉福萨在星期一晚探望过祖马 转达了要他马上辞职 祖马重申没有事实基础要他下台 非洲人国民大会给祖马回复的最后期限 在星期三届满 执政党表示会支持国会提出对祖马的不信任动议 又表示弹劾成功的话 国会可能会在同一日 即是星期四选出新总统 另外南非警方周三派出精锐部队 到约翰内斯堡多个物业搜查 包括古普塔家族的豪华大宅 古普塔家族一直被指与总统祖马关系密切 警方阻止传媒接近采访 又指该处是犯罪现场 行动中拘捕至少三人 其中一人是古普塔家族成员 另外有两名嫌犯向警方自首 警方的行动是调查古普塔家族的三名兄弟 涉嫌贿赂祖马为家族生意提供便利 迫于各方压力 祖马终于宣布立即辞职 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